说到劳动,很多人会想到农夫和劳工 今年的台北诗歌节要颠覆这种刻板印象 他们认为文学和艺术创作是情感加上身体的劳动 因此今年主题叫做未理想劳动 这次邀请了日本、英国、乌克兰等等各国诗人还有表演团队 推出20场诗的展演 其中还包括了曾经为宫崎骏的动画 霍尔的移动城堡主题曲作词的 日本国宝级诗人古川俊太郎 诗作用语平易、节奏明快 却充满着情感与温度 他是日本国宝级诗人古川俊太郎 曾问日本手不动画原子小金刚 宫崎骏作品霍尔的移动城堡主题曲作词 受台北诗歌节之邀 古川俊太郎将首度访台 已迈入第14年的台北诗歌节每年邀请国际诗人来台交流 同时透过舞蹈、音乐等不同形式展演开拓诗跨界的各种可能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诗人不同年纪 他们年纪也都不太一样 他们怎么样为了他们的文学的理想 用文字去劳动这个东西这样子 那再来是呢 我们这一次也希望台北诗歌节能够扮演一个 华文地区的这个诗歌的诗人的 他们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同样受台北诗歌节之邀来台的 还有在马来西亚已有25年历史的文学演出团队 动地营 超过十人的表演团队 这一次将带来舞蹈、歌唱、朗诵等多元表演 当有足的手 递给我们实验和精髓 减缓肉体的绝望 每年都会设定不同主题的台北诗歌节 今年用广义的角度看文学与艺术的创作 以为理想劳动为题 那劳动它不仅仅是工厂里面或是农田里面 那种非常重的身体的劳动 其实情感也是一种劳动 那或者是说呢 这种艺术家或者是文学家 他们的创作也一样是情感加上身体的劳动 那再来是呢 文学跟艺术的创作 他们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去记录了 呈现了别人的劳动 台北诗歌节系列活动 同时也邀请到陈芳明 杨渡等台湾本土诗人 文学家 音乐人 艺术创作者 推出近20场诗的展演及讲座 要以不同形式呈现诗的美好